哟,我来了,欢迎来到投机实验室 在测试过大量的,好和不好的策略之后 我发现,任何策略只要能结合量能指标 胜率都会大幅提升,钱包就会明显变股 这期内容,我们就说一说 量能指标的王,Volume Profile,也叫成交量分布图 掌握了这套高级指标 妈妈就再也不用担心你做交易了 如果听起来还不错 一定点击订阅按钮并坚持到最后 也许你今年的钱包就要靠它来拯救 Trading View作为全球Top100的网站 世界最顶级的交易图表平台 已经收录了上万种优秀的指标策略 但是,却只有成交量分布图VP指标 被单独地列为了一组 这就足以说明VP在指标界的地位 我们打开指标栏中的成交量分布图VP指标组 一组五个指标各有用途 接下来,我就一一说明 第一个,是固定范围成交量分布图 我们点击指标,然后选中一个范围的起点和终点 这个范围的成交量分布就会详细的 显示在图表中 成交量分布指标VPV2是横向的量能柱 与我们传统的成交量指标Volume有着本质的不同 绝对不只是有横向和竖向的区别 成交量指标Volume表示的是 在一个特定时间周期内的成交量 比如当前的图表是日线图 一根成交量指标Volume表示的就是 一天内的总成交量 如果是小时图 表示的就是一小时的时间里 成交了多少交易量 而成交量分布图指标则表示的是 在一个特定的价格范围内的成交量 这就可以很直观地告诉交易员 其他的交易者都喜欢在哪些价位进行交易 哪个价格最被多空所接受 大家公认的有交易价值的区间在哪里 比如图表中标注的这个范围 表示的就是从3850到69000美金这段上升行情中 每个特定价格有多少成交量 成交量最大的区间就是以这根红线 也就是控制点POC为中心的这个价格范围 当价格再次接近这个价格范围的时候 大概率会横盘震荡一段时间才会选择方向 而控制点POC这根红线所在的价格 表示的就是成交量最多的价格水平 由于这个价位的交头非常活跃 价格再次来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通常很难一次就突破这个区间 这就使得POC红线所在的位置 经常会被视为支撑和阻力位来使用 固定范围成交量分布图 可以观察一些你想观察的 或者一些重要价格范围的成交量 比如某段单边行情 某个箱体或持续震荡的走势这些 成交量分布指标属于确认指标 可以和很多指标相互印证 比如控制点POC 如果和菲波纳契 供给需求区等等这些位置发生重合 就可以证实 他们的阻力 位置确实有很多资金在交易 是有效的阻力位置 那价格再次接近这个区域时 反转概率就会增加 比如我们用固定范围成交量分布图沟 选出2021年11月10日到2022年1月24日 这第一波的下跌行情 可以看到 密集成交区就在45700到49500美金区间 而成交量最大的控制点 POC所在的价格是49000美金附近 接着 我们用菲波纳契回撤 从左往右连接这段区间 密集成交区与菲波纳契的 0.382回撤位置发生重合 与控制点POC形成了一个阻力区间 价格经过几次震荡后 最终在这个重合的阻力区间 预阻回落 开始了第二波下跌行情 我们再连接第二波下跌行情的顶底 暂且把17592美金 视作第二段下跌的底部 那这个范围成交量最大的 POC控制点的价格 在3万美金附近 我们用菲波纳契回撤 连接这段走势 菲波纳契0.382位置 再次与密集成交区域重合 与控制点POC形成了一个阻力区间 其实 这两段下跌走势非常相似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如果价格能来到这个重合阻力位置 还会不会重复上次的走势 等价格接近这个阻力区间时 可以结合MACD VEGAS 或者K线形态的反应 去决定交易的方向 比如价格到达这个区间时 日线级别的VEGAS隧道 是不是与这个位置形成阻力共振 或者MACD是否形成连续顶背离 再或者小级别的K线 是否收出了头肩顶形态等等 信号的相互验证 可以极大的提高交易的确定性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指标的设置 打开固定范围成交量分布图的设置栏 第一个是杭数的设置 杭数表示的是量能柱的杭数 杭数值越大 量能柱越密集 如果我们把量能柱从24增加到100 价格范围就会变得非常细化 数值区成交量的数值默认是70 这就表示图表只会突出显示以控制点POC为中心的 占总范围70%成交量的区域 剩余30%的成交量 区域颜色会变暗 如果我们将数值改成100 那所有的成交量颜色都会变得非常清晰 如果你只想看成交量最密集的区域 也可以将数值改到20以下 这样图表就只有一小部分的区域是高亮的 其他成交量柱的颜色都会变暗 这个功能可以帮助我们观察真正有价值的密集成交区 样式栏里的Up Volume Down Volume 可以用来设置暗色区域的颜色 Value Area Up和Value Area Down 可以用来设置高亮区域的颜色 VAH和VAL则表示 公认有价值密集成交区的最高价格和最低价格 两个选项后都打开 这个区间就会有一个边界 样式栏里的数值选项 可以在每根蓝色和黄色成交量柱上 显示买入和卖出的数值 宽度百分比是30 指的就是成交量柱的宽度占这个范围的30% 如果我们将数值30改成100 那控制点POC所在的这根量能柱 就会扩展到范围的右边界 这个功能主要是为了使图表更美观 没有什么特殊意义 配置的默认选项是左 也可以选择右 这样量能柱就会在范围右侧显示 发展控制点POC指的是 这个范围内成交量最高的控制点POC的发展轨迹 可以看到图中的第一个控制点POC的位置 在6700美金附近 之后上移到了9150 最后POC才发展到9650美金 所以这些之前的控制点 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当价格再次接近 同样也会对价格构成一定的停止行为 而发展数值区 VA表示的是以控制点POC为中心的 这个有公认价值的区域的发展情况 一般用不到这个功能 最后是Histogram Box 可以用来确定成交量分布图区域的背景颜色和不透明度 以上就是固定范围成交量分布图设置栏的功能介绍 其余四个指标的设置栏功能也都大同小异 接下来我们打开第二个指标 Periodic Volume Profile 也叫周期成交量分布图 周期成交量分布图可以观察一根K线的成交量分布 跟订单流类似 如果我们将阶段的数值改成7 就可以观察7跟K线范围的成交量分布 如果我们将BAR改成DAY 就可以观察7天内的成交量分布 各个时间周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设置 非常方便 第三个指标是Session Volume Profile 标注的是每一天的成交量分布情况 我们可以用它来判断趋势和供给需求区的所在位置 这是比特币31536美金到17592美金的一段下跌波段的一小时级别图表 可以看到控制点POC也就是成交量最高的价格水平一直在下降 说明每天都有很多人认为价格还会跌得更低而把手中的筹码卖出 直到有一天控制点POC开始抬升 没有出现更低的POC 这就表示在经历了一段下跌之后 有更多的人开始认为当前的价格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买入价格 控制点又重新回到了多头的手里 那这个区间就是一个真正的需求区间 经验来看控制点连续降低一周以上的这种下跌 幅度越大需求区出现后的支撑效果就越强 当价格再次到达这个需求区附近时 价格产生停止行为的概率就越大 反过来讲多单也是一样的效果 当控制点POC连续抬升一周以上 第一次出现下落的时候 下落的这根POC与顶部的POC形成的区间 就可以化作供给区区使用 当价格再度到达这个区间 出现预阻回落的概率就会非常大 第四个指标 Session Volume Profile HD 也叫高清成交量分布图 与第三个指标的区别 只在于一个高清 表示的都是每一天的成交量分布情况 只不过高清成交量分布图显示的非常精细 几乎每个价格上的成交量分布情况 都一目了然 这对于那些做日内交易 研究价格行为的交易员来讲 是非常有帮助的 还有那些按分钟按秒交易的交易员 甚至做试商 这个指标都是一套非常精细有效的工具 第五个指标是 Visible Range Volume Profile 也叫可见范围内的成交量分布图 按字面意思说 右侧的量能注显示的就是 从屏幕图表的最左侧 第一根K线到最右边的K线 这段你能见到的范围内的 所有K线成交量的分布情况 如果图表有变动 那可见范围成交量分布图的量 能注也会随着当前可以看见的范围有变化 而调整到对应的成交量分布情况 功能设置和使用与其他四个指标一样 只是在使用上更加的方便 图表也更加的简洁 好了 别忘了点击订阅按钮 以免错过更更有利可图的交易系统 我们暂时再见 祝你早安 午安 晚安 拜拜